鄉親啊 繼續來看 中華六港天上宮的做客媽祖 竟然讓董瑞時落我們的心名 拿去在網路上打賣 天上宮是很氣氛 說一年以來 天上宮都有提供到做客媽祖 給民眾來申請 有一個男主席用家名來申請 時間到沒拿去行 人也找不到 結果有其他的信眾 在網路上買到感覺怪貴下去查 才知道有人這麼苦惡 竟然把心名拿去買 這位媽祖的神尊 放在六港天上宮的廟來 這都是廟宏提供民眾辦秘書 或是宮廟邀經活動的時 申請用的做客媽祖 不過稍後不少人數 以共請做客為名 在日照心名流通平台在賣 其實有打電話 然後發現說 這位信眾流通的電話是假的 廟宏說做客媽祖是中 外地媽祖請到信眾的床來去看 或是說參加郵境頂頂的中座 的華東 不過在十一月初時 有一個女婦人在天上宮廷 定期要申請做客媽祖 像一般就是一個禮拜 就要行 不過這個申請就用女婦人過期不行 廟宏卡兩基 在樓的電位 後面都不通 當然就覺得奇怪 他在信眾跟他們說 在樓宏買到一尊媽祖的信眾 明顯有幸福分過的分證 他覺得這是受到人的福祭信眾 才發現說這是天后宮的造家媽祖 雖然目前六港天后宮官委會 要不決定要加國 要不然目前要有很多宮廟受害 廟宏也提出信眾 如果看到在整齊的神明 全世界地買科技的人數 一定要四人